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足说球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 应该说此前有不少记者爆料 那么中超将会在新赛季继续对于男族的薪水进行降薪 一方面的话是考虑到要减少球队的一个运营投入 另一方面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减轻社会对于男族的这种不满的情绪 据其新的降薪方案的话将会达到年薪税前300万 实际倒数是不到200万元的这样一个薪资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消息爆出之后 我们看到足球报再次爆出猛料 中超16队也就是所有的中超球队联名反对降薪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新闻是让所有的人都跌破了眼睛 为什么这个降薪方案会遭到中超16队的联名反对呢 理论上来说降薪其实是减少球队的运营支出 那中超驱乐部层面为什么还要去反对呢 如果说球员去反对这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那作为表面的受益主体的俱乐部 为什么他也反对 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的耐人寻味了 在这里我想说啊 其实这个中超16队的联名反对 也体现出为什么中国最球一直上不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很多人都在说中国男足上不去 是我们的轻讯不行 包括我们的一些选拔制度不行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中国女足 其实她的一个轻训 包括她的一个女足人口也并不是很好 咱们的U16女足在陈婉婷的带领下 连续两年连亚洲都冲不去 中国目前在注册的女足运动员 甚至连几百人都不到 很多我们的年轻队的主教练 比如说U16女足的主教练陈婉婷 她的工作不是去带队训练啊 是去到各个地方去找能够进入到国家队的球员 她连找到18个 或者说提交一个23岁的大名单 都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所以说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要论足球人口的匮乏的话 中国女足比男足更加严重 但是为什么女足的滑落速度 不像男足成断崖式的下跌呢 就是因为女足相对而言 只要说我踢出来 我有水平 我就能够去上去 因此我们看到很多的女足运动员 她们的家庭条件都是比较差的 可是你再看咱们的男足运动员 有一个家庭条件差的吗 基本上来说 他们即便是不踢球 生活也是能够达到衣食为悠的状况 在中国不存在 穷孩子能踢得上国家队 这只是职业联赛这种水平 一个中超的职业联赛的球员 他能够从预备队青年队 一直到整个的中超联赛 正式成为一名主力球员 在他背后能够养活多少个足球领队 助理教练 对吧 在这背后有一个多么大的产业链 利益链我们根本就不得而知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灰色的产业链 利益链的存在 所以让中超的降薪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真的把它的薪水 对吧 降到就像咱们下面所说的 到手输入都不到200万 那么你去养活一个中超主力 所付出的这样一个灰色的成本 它就根本就不够了 这也就会使得这部分利益链背后 或者说是这个链条上的这些助理教练员 领队教练员等等 等等俱乐部背后的人士 拿不到他应有的收入 所以说中超的降薪 动的不仅仅是中超球员的利益 更是动的这条背后利益链 这条利益链上面 这些中国足球蛀虫的利益 这个才是中超16队 联名提出反对的原因 而更让人感到寒信的是 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见不得光的一个事情 竟然已经被中超各支俱乐部 视为一个合理的潜规则 他们竟然要去联名去拒绝这样一个 有可能会使中国足球变好的 或者说是变得有希望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让人感觉到悲哀的一个事情 这也就是我们在题目中所说的 这个行为已经说明中国足球的良心已经被埋没了 当一个行业没有了任何一个良知 没有了一个顺应这个行业规则应该有的道德基准线的时候 那我们说这个行业还有任何的出头之日吗 我们说这个行业的行业